癌症一直都是人類最大的敵人 更是纏聯台灣死因榜首 長達38年 根據衛福部最新統計 光是2019年 癌症就奪走了超過5萬條人命 其實早從1940年開始 各國就相繼投入 與癌症的醫學對抗戰 但在殺死癌細胞的過程中 患者往往也承受著 巨大的副作用之苦 究竟癌症治療有沒有新解方呢 我確診了腦瘤 在2015年的時候我確診了腦瘤 在2016年的時候又確診了乳癌 那時候乳癌就經過了八次的化療還有手術 我永遠記得 我第一次去打化療的時候 我的從頭到我的腳就開始麻 然後已經呼吸困難 加上我的手跟腳都已經不聽實話 就像這樣捲去 那感覺我記得很清楚 非常非常痛苦 覺得我好像快死掉 那個快休克的感覺 手指頭痛 腳指甲也是都會剝落 其實我打到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想要放棄治療 因為真的太痛苦了 在治療癌症過程中 如果要讓大家比較好理解的話 我可能就把它比喻成像戰爭一樣 傳統抗癌藥物在作戰過程中 可能有時候會誤殺正常的細胞 然後造成噁心或者是嘔吐的一些副作用 然後造成病人的負擔 那我們也一直想辦法 怎麼樣讓這些士兵更能學習到 或更能知道他該殺的是癌細胞 而不是真癌細胞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看能不能把這些毒藥 裝載到一個傳輸系統上面 傳輸系統就是把這些毒藥 只把它送到癌細胞 就像古代戰爭中 一個木馬塗層劑的概念 把一些你要的士兵 全部先裝在木馬裡面 然後送到門口 然後當癌細胞把它吞噬進去的時候 士兵就會釋放出來 然後將癌細胞殺死 這樣的話至少不會影響到 絕大多數在附近的 或者是在正常組織的一些細胞 在技術處科技專案研發的資源投入下 國衛院耗時將近四年 終於成功研發出 與以往癌症藥物截然不同的新技術 並成功在2021年的7月 進入人體受試階段 有望為台灣在癌症新藥的發展史上 邁向低劑量低副作用高療效的 抗癌藥物新時代 這一項的這個技術叫做 小分子胺的抗癌藥物傳輸系統 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把它拆成像樂膏一樣 我們可能要從這些小積木裡面 組出一個它的藥效 在我們評估中是最好的 然後副作用是最低的 所以每一個在組合完之後 我們都有我們內部評估的方式 然後如果沒有達到我們去效果的話 我們必須再回去 然後再重組一次 然後再去試 我們大概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才找到了第一個 Protein就是圓形的這個結構 如果跟原來的抗癌藥物比的話 我們只要僅僅用到大概五分之一的用量 我們就可以達到大概數十倍 抗腫瘤生長的效果 當然相對的 因為你抗癌藥物本身就有毒性 那你少用了80%的話 那它的副作用在我們動物實驗上 也有看到就是大幅的減低 這個技術來說 我覺得對病有真的非常非常幫助 非常大 像我本身就是一位母親 我那時候生病了 我覺得整個家庭 就是照顧小孩 變成還要我的家人來幫我分攤我的工作 我想要去抱他去安撫他 可是我的身體卻不行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很像一個廢物 那如果說現在有這樣新的技術帶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可以就是很順利的走完這個療程 回歸正常更良好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很自豪地說 在癌症治療跟小分子安的這個技術上 台灣掌握了很多關鍵技術 藉由我們研究有發現 之後這個技術也可以應用在更多的看癌藥物上 然後可以去治療很多其他的癌症 我們也希望讓這個世界很新的技術 可以造福更多癌症病患的需求 然後讓世界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用能力做出很好的藥 但是現在我們要做到搜尋 我們要做到搜尋 就要做個待那個人 我們先要做出很呼吸的 我們先一回応 我們先去見一下 我們先去做一次 我們慢慢去做 我們來看見一些 我們先去吃的 午餐 我們可以進去吃的 我們先去吃的 我們先去吃的 我們先去吃的